拉帮星光大会 有非常在状况外 有非常搞笑的 也有让我感动到流眼泪的 还有会让你意想不到剧情会出现 他们当中到底谁 可以很稳定的在今天这个舞台上表现出来 真的很值得你期待 本周课题为歌中剧 为了能将歌曲与戏剧做出完美的结合 同学们无不绞尽脑汁 设计最适合自己的剧本 而制作单位也特地邀请到 知名舞台剧导演谢念祖 来指导同学排戏 为了这次的歌中剧 同学们纷纷鼓足了进加紧练习 不管是在舞蹈 走位 肢体 还是在表情等方面 总是一再地要求自己 他们将带来怎么样精彩的演出呢 各位东南卫视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拉方星光大会的主持人 台湾第一美女陶金银 掌声鼓励 谢谢 今天真的是这个可以说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集 因为我想一个艺人除了要会唱歌 他必须要会表演 那所谓的表演是整体的 不只是在歌声上面的一个感情的传达而已 有可能是肢体上的 有可能是演技上的 所以呢 今天所有的同学 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题目 就是歌中剧 那到底他们待会会幻化成什么样的角色 演出什么样的剧情呢 这个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因为又要记歌词 又要记动作 还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角色感情融入其中 实在是十分困难 请大家加油了 我们今天是以这个高低分数 来决定谁提早下课 那只要是比较低的分数 就要到留级区 因为今天是有两位要提早下课 前两位因为没有比较对象 所以必须先坐在那里 然后如果后面有比你们再低分的同学 他们就会一直把你们挤回你们这边 所以呢 请大家这个拿出你们最好看的这个参加本领 本周课题为歌中剧 同学们将挑战戏剧与歌唱实力 由五位老师评分 采低分递补方式进入留级区 最低分的两人将提早下课 最高分者可获得奖学金五千元 本周十字阵容有知名音乐制作人袁维仁 气质音乐才女黄韵玲 资深音乐制作人黄书俊 发行过无数畅销专辑的知名歌手张雨 还有国际时尚造型大师Roger 魏如云请出列 魏如云今天要演出的故事剧情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好 结果我今天要演就是好朋友跟好朋友之间那种友情的拉锯 就是有秘密没有跟他讲这样子 这个秘密很大吗 是悲剧吗 算是悲剧 掌声鼓励魏如云 今日呢是成为一个编剧的角色 因为这次演的歌中剧的剧本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也不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只是我非常就是觉得朋友 是一件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魏如云的歌中剧是描述姐妹涛的友情 她希望借由这个虚拟的故事 让大家懂得珍惜身边的好朋友 拿来啦 从手放在这里 所以我要拿走 但没想到平时阔近十足的如云 在排练时 却无法诠释出与好友争吵的内心挣扎 导演觉得如云的情绪不够投入 无法呈现出这段情节的张力 于是要他再好好的熟读剧本 多加揣摩角色的内心情感 在导演再三的指导下 如云能顺利演出这一段 与好友决烈的感情戏吗 小云 你怎么又在喝酒 不是答应我要借酒了吗 给我 给我 你走开 我爱喝多少就喝多少 你不要再喝了啦 小云 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告诉我好不好 我们想办法一起解决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发生什么事都要给你报告啊 那你用酒解决两个事情吗 小云 我们十几年的好朋友了 你有事跟我说 好不好 你走开好不好 我不想看到你 我不想看到你 我发生什么事都要给你报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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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我抱着你未必路口 人情后阵你说我必所有杀 什么我都有如今 人情后阵你说我必所有杀 什么我都有如今 人的电话将整接到 与音信箱多刷后开始计费 无论留言请挂断 或是留言多刷后请按停自鉴 小如 我是小云 你好吗 我 我好想你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也想跟你说 小如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云 你为什么连生病都不跟我说 这算什么好朋友 我不希望你难过 医生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可是现在可以看到你 我真的很高兴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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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你说我们长大了以后还会是好朋友吗 当然啦 当然啦 小如 那你还会唱歌给我听吗 一定会哦 就要离别 勇敢的流泪 而你的眼神 遭遇了语言 不说再见 我们都了解 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天 谁需要谁白鱼和蓝天 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 大风一吹 离得并不远 下次见面 以前都记得了感觉 放草地连天 放草地连天 固执的季节 天冬已过 还有春天 希望又不凋谢 放草地连天 永远的画面 当我想念 闭上双眼 你在心里面 谁需要谁白鱼和蓝天 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 大风一吹 大风一吹 离得并不远 下次见面 以前都记得那感觉 放草地连天 固执的季节 寒冬已过 还有春天 希望又不凋谢 风草地连天 永远的画面 当我想念 闭上双眼 你在心里面 好 非常感人的一个友情的故事 这一段表演 舒骏老师觉得如何 这个演出其实困难度 远超观赏的人的想象 因为演出剧情 还有走位 最重要是说 讲话后还要再唱歌 那种共鸣 其实是有改变的 总的来讲 我觉得你今天的演出 是蛮投入 是蛮有感觉的 我很同意 舒骏老师的话 尤其是后面这首歌曲 这平常比较没有机会 看你选择这样的曲目 做表演 这个歌其实你诠释的蛮好的 而且还蛮入戏的 尤其是你躺在床上的那一段 那个连接起来 其实真的蛮感人的 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 好 马上就来看魏如云的分数 我们看评审的给分 魏如云的歌中剧 很感人的一段 友情得到的分数是 80分 不错的分数啦 Roger老师 你给他算也不低的分数 你觉得魏如云的表现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剧 最难演 那个演出跟歌唱的配置的占比 自己心里要有很稳的一把尺 我觉得喝醉酒跟死亡这件事情 在戏剧的表演里面是很困难的 就你人生里面如果 当然死亡不能有经验 但是人都会经历过这样子的 就是看过也好 或你身边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那些的经验对你来讲 都是很宝贵的 那我觉得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你能够把对戏剧的这种表演的深刻体会 再内化一点到你以后唱歌的表演里面 那你歌唱的表情就会比以前更丰富 谢谢 谢谢魏如云 其实我觉得从魏如云 现在我可以看到这个歌中剧的作用在那里 我真的看到你的张力出来 剧新的张力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唱好 可是可能真的有刚好符合到 就是有罪然后有死亡虚弱的感觉 然后但我很高兴老师有 就是有看懂我在干嘛 还有我全歌的部分 不管今天淘汰的两个人是谁 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就是大家的作用 林道宇市场演出 赵老师痛批为灾难 但道远今天的状况我也相当意外 开头你说我要表演宅男 我一直听成灾难 我后来觉得你这整段演出的确是个灾难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非常的懊恼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应该也是我这几年来所看到的状况 最严重的一切 究竟道远出了什么差错 竟然老师做出如此严重的批评 哈喽大家好 我是Kiki胡林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要用我的努力 把一切都做到最好 我在拉方星光大会唱歌给你听 拉方星光大会 林道远请出列 大家好 林道远 林道远算是我们渊威仁老师的低传大弟子啦 这个在身形或是感情上都是同样的 非常的丰富而巨大 那请问你今天要演的剧情是 灾难 很宅的宅男 然后呢 他碰到了人生中的 就是他偷拍 然后 他偷拍 这么变态的剧情也要演嘛 对 然后 真的女主角突然的实现 就是从我梦境跑出来这样子 这位宅男爱恋一个女主角 就一直在偷拍她 是拍 就是从下往上拍吗 就是拍她的一些就是 歉影 对 歉影 好 希望美梦都能成真 好好加油 好吧 掌声欢迎林道远的歌中剧 混了这次的歌中剧 忙于拍戏的道远特别向剧组请假 从来台湾的片场赶回台北与导演讨论剧本 为了让表演更精彩 道远还要到舞蹈教室练舞 这次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歌词 歌词有没有背 有没有背完 哇 拍戏唱歌两头烧的道远 竟然连歌词都还没有背完 到了彩排当天 要跟可爱的女主角宝咔咔对戏的时候 紧张的道远竟然害羞得不知所措 甚至连走位都忘得一干二净 究竟道远能不能刻薄紧张的情绪 顺利完成演出呢 小脸 小脸 你女朋友 漂亮哦 在剪一剪啊 那你等一下剪一剪 稍微给我欣赏欣赏好不好 好好好慢慢玩慢慢玩 玩得开心一点 没人说我快要失眠 我说我快疯了故事就会有人听见 紧张笑一笑到心间 快乐听来遥远 我没有听见 失败的少年 亲啊 一向表现平稳的道远竟然大忘词 不知是因为拍戏准备不足 还是与女主角对戏太过紧张 如此失常表现 连老师都不得不口出众语痛批 其实是有一点想哭耶 因为我不知道你花多少时间 在准备这个东西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非常的懊恼 因为你知道吗 这些影片是不断的会被 所有的人叫出来看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你是因为上台之后你紧张 你不知道应该要演戏 或者是要唱歌 所以你歌词完全都不记得 两首歌完全滴滴达达 怎么了 而且你第一首歌的A2 你几乎是一个字都没有唱 你 你 我不知道应该说是吗 你吓到大家了 好 我想问一下 书俊老师你以前有看到过比赛吗 有 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上台全部是白的 然后什么都记不起来 我有差一点这样的经验 通常是上台前的那一分钟 会突然变白痴 突然空白 但是我们都会在最后一刻还是会抓得回来 但道远今天的状况我也相当意外 应该也是我这几年来当评委所看到的状况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也可以列入记录 我坦白说一开头你说我要表演灾难 我一直听成灾难 然后我后来觉得你这整段演出的确是个灾难 我甚至到刚刚都还一直以为你这种不知所措 事实上还是在表演灾难的一部分 但后来确定并不是 你看你所有的搭配你的这些 其实你是男主角 然后这么多的人这么挺你 他们演的都演得很好 但是你完全就把你自己的男主角的这个角色本身并没有做完成 我相信你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震撼 但是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此刻我觉得道远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鼓励 我觉得大家应该鼓励他 好 刚刚这几分钟 可以说他生命中最难熬的几分钟 但他还是把它做完了 希望当然也是这个 我觉得人谁说谁 没有这个闪失的时候呢 对不对 马有乱题嘛 对不对 那没关系 这一次如果一生只有一次 你先遇到了 没关系 我们还是得看分数 好不好 我们勇敢面对这一切 来看看林道远的分数 我们看看评审的给分 林道远 今天的歌中剧演出得到的分数是 59分 好 连就是60分都不可能啦 张宇老师给了10分 一开始的时候 你在做准备的时候 包括你坐在那个黄色椅子上面 其实他已经散发出一种讯息 就是你今天没有准备好 那其实当第一部没有踏稳之后 后面就会一团乱 所以说你们在做 像类似歌中剧这样的演出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算你今天要扮演的是宅男 你还是要知道你是今天的舞台上面的主角 所以你不可以说得太里面去 没关系林道远 再多学习一点各方面的意见 好不好 这个经验都是很重要的 好 先休息一下 再又继续待着 谢谢道远 爱然下台的道远 也为时常的表现懊悔不已 道远对他这个分数呢 也是我们南方天官大会 开不到现在最底的一个分数 也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分数 因为道远一直是我非常看好的歌手 但你是不是真的太累 我早上拍戏 我中午就赶回来采拍 然后排完完 我又赶回去台中再拍戏 拍完戏 隔天再很快录 我就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我其实一直希望就是能够剪 不掉但是 我觉得到之后 我自己都自己都乱掉 我今天真的不好的表现 就是不好的表现 我没有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 我也不要 我也不希望是因为 刚才他觉得说我的找理由 说是因为排戏或什么的 那我其实就是 我真的我不应该把 把这样的表现 给人带到那里去 道远勇敢面对了自己的错误 但懊悔的泪水 可怎么也停不住 接下来这位 我们要掌声欢迎他 议会老干妈 请出列 今天穿很辣 你演的是 我们这边贝斯老师都受不了了 哇 从来没有听到他 他们对啊 我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老了 很少看到男扮女装这么成功的啦 没有 因为他嗓音比较低沉啦 所以我们都说他是男生这样子哦 议会今天的故事大概是 嗯 是都市单身 呃 三十岁的那种 渴望爱的女人 白云女性的 哦 我们叫亲手女 她很渴望爱 那但是到 到时候有没有碰到了 到底这段故事里面 有遇到她的前男友 哦 我的天啊 真是人生最大 最不想碰到的囚禁之一 是不是 很尴尬 我们真的现在哦 很多这种亲手女 或者是这个年轻女性 对于爱 是真的很渴望 希望议会能把这个境界表达出来 掌声欢迎议会的脸 这次称为电影剧呢 对于剧情中男演员的要求 当然会苛刻 所以我一定要挑选的就是 第一个准备 帅 一定要帅 为了符合议会的要求 制作单位特地邀请了三位帅哥 来参与这次的演出 如愿与帅哥对系的议会 却遇上了这样的难题 怪你 没想到平时大啦啦的议会 你看那帅哥就害羞地演不下去 看见陌生帅男子 就容易乱了思绪的议会 让导演不得不要求他 先跟饭前男友的Teddy聊天 给养默契 没想到两人竟聊了一下午 令人怀疑议会别有企图 但可惜 有女朋友吗 有啊 好 可以把她弄走了 究竟议会能否克服容易害羞的心理障碍 成功诠释单身中会女子的心情呢 干杯干杯 干杯干杯 今天不会不会要干哦 干杯干杯 我的特别大杯 超开心的 我跟你讲 今天给她喝到三个 很久没有三个人一起出来 真的 哈喽 嗨 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可以的 我不会跳舞 那 可以再请你喝一杯酒吗 这一杯还没有喝光 那我可以请你跳舞吗 当然可以啊 小姐 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这个 让我来 帅哥 我的手机是 林家 林家 小剑都已放开 今次又怎样 爱情的心容量 尽量简单 谁能猜完 梦团平凡 别来烦 绑个忙 独自嘞喃 天空快亮 又回响 不尽不尽的夜晚 不得样的小酒晚 没有人骑车回家 没有人想各自回家 无尽无尽的夜晚 爱在设计上打撞 这是她对我用的疯狂 眼泪只是情深深 最爱渴望 那么向往 最爱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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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想她前男友 不会吧 你很夸张 你们分手很久了 你知道吗 不要再想她 对啊 不会啦 就算她现在出现在我面前 我也是不会有感觉的 你说的 好 你前男友 我们先去忙一下 拜拜 最近过得好吗 还好 我很想念你 可以考虑回到我身边吗 你 没那么简单 就能找到 了得来的吧 尤其是在 看过了那么多的 背叛 总是 不安 不安 只好 只好 想她 谁谋杀了 我的 浪漫 泪 那么简单 就能去爱 别的 全不堪 变得实际 也许好 也许坏 更 一半 一半 孤单 也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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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谁也不用 更喜欢 感觉快乐 就忙 走忙 起 感觉累了 就放空自己 别人说的话 随便听一听 自己说 决定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一杯红酒 配电影 在周末晚上 关上了手机 祝福我在手法里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住平静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照明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曾经最讨喜 所以最担心 曾经 想念最伤心 但却最多心 得及 好 议会的演出 来 我们请所有的演员 都到舞台上来 哇 今天这一段 动用了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来听彪像 刚演姐妹 那一套就是 有我们Lolita 跟小悠 小悠一直 企图很抢戏 还好啦 你一直加投资 我的最大杯 我的电话 099 393889 你真的想讲完 真的想讲完 跟姐弟 不过老师 随便来一段 HIP HOP的音乐 还是要 好 姐弟跟搭 姐弟 好 好 好 最好的男人 是高财哥 决定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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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点连位的男人 大爷 谢谢 谢谢 还有就是我们帅哥 泰迪啦 也是这个 明星艺能学员的 对不对 那依慧听说我对他动了情 在台戏的时候很害羞 他警告我不要看他双眼 对对对 他说就是变成雕像的时候 他说我在哪 他就看到 我说不用你就看地上 我说你这样看我就没有办法 你会害羞 我会害羞 我会害羞 然后会脸红 通常会害羞 表示你对他是真的有一点动静 没有我看见他们都会害羞 连看女生也会害羞啊 对啊就是不熟的话我就会 但是男生可能因为他们太帅了 你真是一个害羞的男人啊 好啦非常谢谢这些演员 谢谢 谢谢 因为你知道有人来搭讪说 可以跟我跳舞吗 我不会跳舞 那你一讲话 大家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 张宇老师 议会表现得如何 我觉得议会的声音很棒 他的那个音色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很吸引人非常棒 然后但是你这样子的音色 其实在唱歌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当音色越特殊的人 其实越容易被听命 所以你不可以加太多的 有的没有的肢结的东西在里面 那像你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 对啊渴望 我觉得掌握度就很好 但是在唱第二首歌 没那么简单的时候 我觉得就太多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需要在 我个人认为它是需要再回收一点 包括你的咬字 甚至一些你的加重音的方式 或是你的哭腔 在这些可能要稍微再做一些 比较收敛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然后我觉得既然是在演戏的过程里面 其实可能因为你的声音很低沉 所以说我没有你在讲话的时候 我没有戴耳机 我是听不到你在讲什么 那可能在这一点上面 你要稍微对于台下的这些观众 你要做一些思考 我觉得有戏剧的训练真的很好 因为它透过肢体的方式 让我们去学会 把这些东西吸收放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 因为以后你要唱歌 你要唱很多不同种类型的 那我没有办法去经历 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角色 可是要运用就是你的想象力 那我觉得你可以回去 在看这个回放的时候 你可以去自己去找一些问题出来 因为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 其实问题不大 可是呢 就是当我们在戏剧当中要唱歌 我们很难去拿捏那个角色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戏剧 在演戏的时候 我们是那个剧中人 可是唱歌的时候 就会变成我们自己 所以刚刚我在尤其听到第二首歌 其实我会有点突兀 因为本来你们两个讲得好好的 可是你开始唱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你是一个阿姨 或者是长辈 你突然在告诉她说 有很多道理你要晓得 哎 没那么简单的 对 突然你的角色突然拉开了 哇 了解了哈 这可能还那个前男友找的 还是太年轻了吧 找一个有胡子的会儿 没有啦 其实真的不是 没有 老师说的不是年龄的关系 你是非常年轻的 对啊 你知道你本身是年轻的 就连跟他对系的大爷都说 天哪 真的是议会吗 因为庄前庄后差太多 庄前像老妈 庄后像朵花 所以他下了一场 马上就来看看议会的分数 我们看评审的给分 议会今天的演出得到的分数是 议会今天的演出究竟能够得到几分 她会不会取代魏如云 而坐入刘吉区呢 不是要扮演小女工 演技大获好评 如果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 我自己去挑选自己喜爱的歌跟剧情 那我觉得你也是做得最到位 老板 老板 不好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刚刚接到电动 就出不来了 什么 那今天晚上的表演怎么办呢 小女工 过来 今天晚上 就让她上台 我上台 我不行啦 我不行 不要走开 曲美提醒你 下节更精彩 来 议会今天的演出得到的分数是 81分 噢 不低的分数啦 好 恭喜 直接回到原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座位区耶 好 不用去刘吉区耶 恭喜你议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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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穿这么性感 基本上就没有功了 真的很少 所以其实我在台湾看去是想笑 因为议会动作都不敢放太 没有 就你知道那种 就中年女性的那种压抑 收住那种感情 她不是说像年轻女孩子那种芬芳 啊 我爱你 对 其实我有刻意了 而且明明是个姐弟恋 我们又要让议会脸红一次来 尤其男主角泰迪 对啊 姐弟恋 你看你看 你看她眼睛 你看她眼睛 我不能看她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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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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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好炫喔 我看不了 你知道吗 议会找泰迪来演精挑细选 她还跟制度单位说 一定要长得帅的 我有感觉的 然后后来选中泰迪以后 她演的时候一直又很害羞 对啊 其实这样不好吗 对啊 好 要找林鸿铭那些 好 接下来林鸿铭请出列 来 金城武 好 听说打给你的剧本写到你的时候 都要写金城武说 是不是 那是我自己打的 对啊 因为 因为 增加自信 她是一个 演戏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所以你要跟她看清 希望可以上升 就是长相也变成她 金城武上升 然后身高也有她的 然后帅气跟气质也有她的 直接把大家打婚就好啦 好不好 今天这个剧情大概是怎么样 林鸿铭 今天这个剧有很多 转折点啦 所以 还是暗卡一下 待会再跟你打 大概是亲情 友情爱情的哪个部分 跟亲情比较有关系 好 我们就来看看林鸿铭的演出 唱歌对我来说 已经很困难 还要在演戏 所以有点实在是 双手考验 然后我今天安排的这个剧情是 在城市打击的小孩 我希望 可以把那种默默无名的感觉 还有 在城市里飘渺的感觉 在剧情里面上去 演戏经验很少的鸿铭 当导演一喊Aption 鸿铭就全身不自在 连台词都记不清楚 妈 我在公司啦 我要去办法 妈 我要去办法给你搭客户 光是一句台词 鸿铭就恩迹了好几遍 而无法揣摩 剧中角色精髓的问题 则让导演大为头疼 你必须在那个 现实的情绪里面 没想到你现在都不正常 我只要开始了 那不是演他 那不是演他 老实说 如果我演得太表面 太演 一点都不自然 我也希望用比较接近大家的方式 把自己接触到的问题 表现了 精力的精神 一次又一次的排练 能帮助我们人进入状况 顺利完成演出吗 喂 妈 我跟你说 去拜訪一个大客户 嗯 你不知道我多忙 多想要那个管 对啊 好啦 嗯 好 晚上回家吃饭 好 拜拜 先生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填个文卷 小姐 呃 先生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 小姐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填个卷 一下就好了 小姐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 我坐在这个城市 我坐在这个城市 我看见你 你也有没有太多人 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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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路可退 我还能想谁 用多少天 用多少年的点点 装装才找到终点 用多少伤痛的心爱 才不离开身边 用多少谎言去掩饰 彼此的不完美 要用多少的实际 让我看透一切 我没有任何防备 要做到人能得罪 没翅膀却好想飞 我努力是风跟随 黑腹白 差不大的绝对 全都是灰 多少天 用多少年的跌跌装装才找到终点 用多少伤痛的心爱 才不离开身边 用多少谎言去连续 彼此的不完美 要用多少的实际让我 赶透一切 赶透一切 要用多少的实际让我 赶透一切 来 看我的天 感谢 先生 不好意思 可以麻烦你帮我听个音乐 一下就好了 先生 一下子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先生 你人真好 长得又帅 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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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整天要順利喔,謝謝 喜羊羊 欸,先生,你這人叫喜羊羊嗎? 欸,太太,不好意思,可以幫我填個溫卷 媽 兒子 怎麼會在這裡? 你不是去拜訪客戶嗎? 媽,其實我只是個在路邊發文券的小業務員 發文券有什麼不好? 你又不偷,又不搶 媽還是以你為榮呢 可是我... 褲子 我... 兒子,你記住 媽才不在乎你賺多少錢,或者有多少人讓你管 媽只是要你健健康康,快快樂樂的就好 晚上,早點回家吃飯喔 好 嗯 我還在想那個方向 我還在想 我才能遷到希望 才能遷到希望時間 沒有力量 心情很荒 連問題都無法阻擋 我在想 找方向希望的束缸 而你是我的翅膀 带我飞向土握上 而你是我的力量 自我勇敢与刚强 很脆弱的我 在想找方向希望的束缸 而你是我的翅膀 带我飞向土握上 而你是我的力量 自我勇敢与刚强 而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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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鸿鸣的演出 你好 我是懒洋洋 来来来 哇 刚刚这段演出怎么样 小林老师觉得 第一首歌 因为那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在戏剧当中 你要唱这种比较 这个音域比较宽 然后真假音的转换 你一定要练到非常熟练 否则听起来会坑坑巴巴的 这个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那个歌曲的最后一段 用多少天 用多少年的跌跌撞撞 那个时候呢 整个歌曲的形式是说到 变成只有string 最后面的地方 有没有 只有两行 那是string 那个你在演戏的时候 你必须要带入很多的角度 比如说你要回到内心 你要跟自己喊话 你要跟内心你唱给自己听 到了那句爱才不离开身边 鼓出来了 你可能要对着 对着你所有刚才遇到的那些人 你要跟他们呐喊 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可是他的音乐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 用多少天 用多少年的跌跌撞撞 才找到终点 用多少伤痛的心 爱才不离开身边 然后有个转折点 转到第二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你差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你已经要做出微笑了 你跟你妈妈讲完话之后 妈妈要离开了跟你讲说 你晚上回来吃饭 你很开心的看着妈妈的背影 可是那个时候 你应该衔接的那个 第二首歌的前奏 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要带出第二首歌一线曙光 可是我看你笑了一下 你马上又做下一个动作 所以你动作没有做足 你就跳到下一个动作 所以你要好好运用 因为我觉得你的戏剧是有天分的 好 被小林老师说细演得不错 那是多大的一个赞美 马上来看看比辰的给分 林鸿鸣的演出到底能够拿到几分呢 我们看到的分数是 75分 谢谢老师 张宇老师没有给太高分的原因是 红鸣在唱歌的部分 一直是比较粗犷的 那粗犷其实 它并不等于粗糙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唱的比较粗糙一点 那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其实你的声音的掌控力 其实并没有这么好 其实你大概听得懂老师的意思 因为有些选手听不懂 他就会说 就叫我不要压嗓子 不要唱AVMetal 我现在选了这样是不是 其实你听得懂你们的细节意思 我知道 我其实想很久 很犹豫要选什么歌 然后 其实我也想要选 之前我拿手的歌 可是 一直 其实被老师说 我唱歌是比较没有口气的人很久了 所以我想选这两首歌 我练一下 既然已经到现在 那就应该 就义无反顾嘛 反正就先唱再说 企图性很好 但细节再做到就更好了 掌声还是鼓鼓鼓鼓鼓 挑战不同歌路的鸿鸣 很可惜只拿到75分 因此必须取代80分的魏如云坐入刘吉区 而他还有机会回到舞台上吗 你是有人啊 我招刘吉区来了 对啊 我没有坏人了 是真的假的 是演的嘛 什么东西 是演的 演的 演的 因为是真的 这一次叫细从上升 对对对 要看外演 成千 今天自己75分 觉得还有机会回去吗 嗯 有没有机会都没关系 反正就像是尴尬 自己 有把自己想要表演的东西表现出来 然后 能走到这一部去是很开心的 对 接下来吴思瑶请出列 谢谢 那边还蛮脏 烧不下 拜托 今天要演的就是 是不是 女工 清洁女工 对 那这个故事是有一点这个 非常枝头变凤凰的感觉吗 有点 就被拱上台啊 当个明星之类的 就人生一夜之间的大转变 吴思瑶又再度看到张瑜老师的感觉是 哎呦 要解释一下 因为之前在星光大道呢 吴思瑶是张瑜老师那一队的 对不对 也是张瑜老师非常看好的一位选手 就不小心啊 出切 结果出了一点差错 吴思瑶就从此啊 这个没有见过张瑜老师 那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跟她说 老师看我好好表现 哎呦 很好 这个女孩不错 掌声来看看吴思瑶的表现 那我的剧情呢 就是要从一个清洁的女工啊 突然被拱上台 那是大明星 所以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 一点点那段内心性 就是一开始要被老老板猴啊 然后就自己很委屈啊 走到旁边 然后突然就被叫上去 那个突然间的那个转变 然后就是要再揣摩一下 为了帮助思瑶更快融入角色 导演决定亲自上阵跟思瑶对戏 你在干嘛 啊 我们的琴姐来唱歌啊 掌握一点点 再会打 我心脏不就要来了 那边扫一扫 那边扫一扫 思瑶在反复不断的排练后 能成功诠释小女工 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吗 余超颖精彩上演 从日复仇记 吃吃吃 整天只知道吃 也不看你自己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分手吧 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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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邦星光大会 嗨 你在干嘛 我把 帮你 干什么 没有啊 扫地不扫地唱什么歌 你想当明星是吧 没有啊 等一下大明星张鹿就要来了 你知道等一下会有多少人吗 那边那么张 你还在唱歌 扫什么 赶快去扫干净 快 那我吃了吧 诶 后面的 后台你们到底准备好了 没有啊 快 急死我啦 奇怪 我又没有要当大明星 我只是喜欢唱歌而已 也不行吗 绿色的结枉 蜘顶 独自对窗 凝望月色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 没人知道我 谁在长阳 远处轻轻传来 想你 想念你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我爱唱的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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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长阳 远处轻轻传来 我爱唱的那首歌 我爱唱的那首歌 老板 你看不出来 你唱的挺好的吗 谢谢老板 我都有少干净喽 那那边窗户 可以直接去擦一擦 对 好 是老板 老板 不好了 怎么了 怎么又接到电报 张鹿不来了 怎么不来了 不然那今天晚上的表演怎么办呢 要不然我们停演 停演 钱都收了票都卖光了 怎么停演啊 啊 对了 小女公过来 我吗 对对对快点过来 今天晚上 就让他上台 我上台 我不行啦 对 我不行 我不行 赶快带他去换衣服 快快快 我真的好 我不行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今天张鹿虽然不会来 但是我已经处理好了 现场我都hold住了 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啊 我们邀请了一个重量级的来宾 叫做是 是谁 吴思瑶 什么呀 吴思瑶 太远举请你的双手 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吴思瑶 不行啦 不行啦 给我一个碗 可以 不可以 混在我的脸上 流掉的爱的心 给我一个吻 可以 不可以 混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同样等着你眼睛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恳求 却不相信 绝不相信 总要披着你嘴唇 你没回应 我也要向你恳求 绝不相信 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 不可以 不可以 绯闻代表 剑笔 我一样心甘情 给我一个吻 不厌 也可以 绯闻代表 剑笔 我一样 感谢你 总要披着你嘴唇 你没回应 我也要向你恳求 绝不会醒 总要披着你眼睛 你没答应 我也要向你恳求 绝不相信 给我一个吻 可以 不可以 绯闻也没关系 我一样感谢你 给我一个吻 不厌 也可以 绯闻代表 是甜蜜 我一样 感谢你 我一样 感谢你 一样感谢你 来 掌声鼓励 吴斯洋的演出 谢谢我们的dance老师 谢谢专业的主持人 这段演出 首先就问问你的这个爸爸 张宇老师觉得如何 我觉得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在演跟唱的部分 最平均的一位 就是都有达到标准以上 那我觉得整个剧情的铺排 还有你的演技真的很好 然后唱歌的部分 我也比较有小小的意见 就是在最后面那个音 其实不一定要标那么高上去 其实你就乖乖地把它唱完 也是可以做一个结束这样子 好 书静老师觉得呢 其实一开头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你要表情很业余 歌声很职业 这是一个一开头的重点 那我觉得你开头的那半段 就前第一首歌 我觉得你的表情有点太职业了一点 就是觉得这个扫地的人 应该是以前也红过 后来怨扫地的那种感觉 就是已经是过气 就是要起起伏伏嘛 就是突然就说这阵子状况不太好 就变扫地工 但好像这个人以前已经有很多表演经历 所以你那段表演的眼神太多 谢谢老师 哇 老师真的看得很细 我其实觉得最难演就是要演不专业 对 跟不入戏 没错 那个要多放松对不对 下次就要吃 有一个歌中剧就是评审老师 大家一起来示范 好不好 小胖就演一个这个清洁工 变成这个歌后 好不好 票房奇惨无比啊 好 马上来看看吴思瑶的分数 我们看评审的给分 吴思瑶今天的演出 来 丑小鸭变成天鹅的分数是85分 不错哦 小林老师你给了19分 我觉得应该要鼓励 如果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 你自己去挑选自己喜爱的歌跟剧情 那我觉得你是做得最到位的 哇 我觉得你做得最足 虽然有很多的细节部分 可是我觉得那已经是 从前面到现在 我觉得那是已经为乎其为了 我觉得你自己是非常有想象力 而且你把你的肢体是打开的 我觉得那个是应该值得大大鼓励的 哇 目前最高分就是你啦 来发表一下这个目前最高分感言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遗憾 就是没有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去演 好 还要更好 但是现在已经不错了 掌声 恭喜 谢谢 吴思瑶 谢谢 哇 现在站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 这个乌鸡变凤凰 风华绝带的这个歌 为什么是乌鸡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是乌鸡 之前从前面那个 在化妆间这么久 一直到他上台 因为就是腰跟胸这边都瘦得很强 就没办法 大口的呼吸 就只能偷气 所以我第一首歌 那个气也是不够 所以在舞台上要美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衣服穿出来很漂亮 穿起来一定会不舒服 对对啊 所以今天这一堂戏剧课 这个歌中剧 觉得有没有学到什么 有 然后我最开心的 就是会见到张鸣老师 下来是一位美女 但是她今天要牺牲演出了 于超颖请出列 小鱼今天的剧情很简单 她也交代得非常清楚 就叫做丑女大翻身是吗 对啊 丑女 你就是 你这整个发型跟体型 是有copy某一位评审哦 没有啊 没有吗 发型也很像耶 这是告诉我们 大概这个丑女 当时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对就是因为被人家嫌弃 太胖太丑 然后就是被 男友就抛弃你 哎呀 太坏了这些男生 然后呢 你就努力减肥 对啊对啊 然后就是打击到之后 就努力减肥减肥减肥 要减到魔鬼身材 然后出现在她面前 哦 太好看了 掌声欢迎于超颖的眼球 最开心的呢 就是制作方特地为我安排了 大学生冷媒里面的 非常知名性跟可爱的 呃好呃对 宝咖咖咖 我是宝咖咖 对就是她了 然后还有就是 很会跳舞的音音啊 小悠啊 然后大家都很棒 然后就是啊 就很会演啊 对 我很害怕就是这些人 就像心思很重的女人 然后到处来抢镜头 但是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他们 因为有他们的精彩 的友情演出 然后也让我这个片段 可以就很精彩 然后会好看 为了让故事更加精彩 超颖特地请老师 设计了一段辅宝宝哦 在男主角方面 超颖则是情商了 好同学曾志豪 来友情演出 不要离开了 我们来 但两人因为太过熟视 而频频笑场 没有没有 导演着好 要两人再三排练 希望这对荧幕情侣 能赶快进入状况 最新手做的饼干 你吃 来 试试看 你很烦 开口必须想吃的 就说不要找我 在反复排练后 两人渐渐进入状况 越演越好 但在彩排当天 只好竟因为发高烧 无法演出 导演只好临时换脚 面对这陌生的新男友 超颖能和他培养默契 顺利演出吗 在上周强敌款赛中 新杰因首度落败 而大失信心 在历经低潮后的他 终于在歌中剧里 再度绽放光芒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Mangor 恭喜你 你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我很高兴看到你 找回自己的信心 这点是最重要的 天空中虽然飘着云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不要走开 取美提醒你 下节更精彩 老奔新光大会 我来啦 你在干嘛 我买东西给你吃啊 我买了好多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要吃哪样 我不吃你自己吃 哎哟 一个人吃东西好无聊的 一起吃吧 我说了我不吃你自己吃啦 你不喜欢吃这个 我告诉你哦 我给你亲手做了我自己做的饼干 来 试试看 吃吃吃 整天只知道吃 也不看你自己长成什么样子 又别来找我了 不要离开我 我们分手吧 再见 不要离开我 不要 每一步都是悲伤的挣扎 带着牵挂 谁都不相信停下 我穿着纯白的薄纱 跟着它旋转在灯下 直到是最后一次游戏 直到是最后一次游戏 日出好久应该 我离开我 我避免的牵挂 十四年的时长 你損入了我的天 更寂寞对话 我留不住它 心伤空荡打听 一切就要遮罚 风留不住伤 距离的牵挂 我还在想它 现在好想它 好想它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要哭了 这么难过 怎么了 还好吧 它不要我了 它不要你了 它真的很过分 谢谢男人 不要理它了 不要哭 分手第七十八天 加油 加油 这是最美丽的 太太吓死了 吓死了 我挺意外的 brings 嚇透 我 你 你 哦 着净 傻又 你 危 恻又 你 晨光男孩 我要的爱不要债 做谁还要猜 分类声音的时候 到了放大单精彩 我要的爱不要乖 大声说出来 既然哭尽甘来 就应该气派 用爱快用力爱 越善良越爱 谁觉得此言是因为崇拜 趁着光的男孩 跟着我一起拽 闪一点 亮一点 海一点 闪闪惹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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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现就不叫做Mr.Ride 想要摆 拿着麦克风 神思里皆唱出来 我爱不要乖 我要的爱不要拽 大声说出来 最绝的此言 总会崇拜 我的爱不要乖 真是说出来 既然哭尽甘来 就应该气派 用爱快用力爱 越善良越爱 谁觉得此言是因为崇拜 闪着光的男孩 跟着我一起拽 闪一点 亮一点 海一点 深深热的爱 深深热容 你不要离开我 大爷听说是凌违寿命了是不是 对 因为原本是曾志豪要演这个角色 但是他因为发高烧 所以他不能演 然后我就帮他演了一下这样子 哎呦 曾志豪如果看到这个画面 发烧会更严重 没有办法来跟他四大美女一起演出 吴大吴大 再次在这边掌声谢谢 谢谢 好 这一段演出请问一下小胖老师看了觉得如何 好看 你在说不要离开我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难过 就是可能这句话特别强烈 然后在那一刻就看到你被甩的那一刻 其实有进入那个你的故事里面 有开始忏悔吗 以前有这样对过别人吗 没有 尤其他说不要离开我的时候 我会想到你的歌就是离开我 其实那一句 这句话特别的动人 在很多男女之间 所以我其实尤其你那个表情是受了很多委屈 又被爱找我了 不要离开我 我们分手吧 再见 我觉得你快歌好像没有平常唱得好 可能在熟悉度也好 整个又有舞蹈啊 再加上去以后 你可能有一些 跟你平常的表现有点落差 我觉得余朝颖今天表演我很喜欢 我喜欢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歌中剧很困难的事情 是它必须要有一根线串联在一起 那那个不一定是剧情 但是你的表演也让我相信 你跟男主角前面是有故事的 它不是被硬生生因为歌而截取了一个片段 你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你让我相信了这个故事 你说在唱离不开他 这首歌是你在KTV当中必哭的一首经典歌是吗 对啊 因为其实唱这首歌每次其实心里还是蛮动情 然后刚刚唱的时候其实自己有些 有点那种有类似的故事吗 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有 真的啊 也是这样被甩门吗 就是说那个人就是 渐渐渐渐渐就是消失在我的世界里了 就没有练习 哇 这好恐怖啊 所以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像刚刚老师为什么说 这首歌让他动容 有可能就是自己亲身体验过 更能够传达那样的意境 马上就来看看小鱼的分数 我们来看看评审的给分 好 余超音的分数89分 书军老师给了19分 今天目前还写的最高分 请发表最高分感言 没有啦 其实我还是很自责的 因为其实刚刚有忘记很多動作啊什么的 就是没有表现好 自己其实觉得后面的快歌真的是如小胖老师说的 真的没有很好的呈现好 但是真的很谢谢老师 可以喜欢这个片段 因为我们就是制作方的老师啊 什么的 大家都有帮我在想这个东西 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 很好 但是这个陶子姐要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现实生活中 你这样瘦身成功 到前男友面前这样 蹬一下 这个展露一下 然后他就抱着你大腿 要你回去的话 你会回去吗 不会 绝对不会 但是绝对会去给他好看 对对对 而且我不会那么刻意 拉去他家门口 就是可以让 就是某一天偶遇到 然后就是不经意的让他看到 然后就是我很好的那个状态 甜蜜的复仇啊 这一点这个 现在新女性都可以做到 自己过得更好 这是最棒的一种复仇啦 好 恭喜你 89分 好 接下来Man哥请出列 张欣杰 来 Man哥 今天演出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这个跟我就是自己的以前的生活蛮像的 就是在说我以前的就是小时候的家庭的因素 家庭故事 对对对 是不是 好 现在不要多说 其实我们Man哥也是会流泪的 不要影响到你待会演出的情绪 先掌声欢迎Man哥的演出 星杰在上周的强敌听话赛带给高以爱 而首度坐入了留级区 希望能重新振作的他 决定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剧本 本以为会被导演推荐 没想到导演看完以后非常感动 第二天就开始帮星杰排戏 但排练时似乎并不顺利 在妈妈这边唱歌呢 回去回去 妈 今天是你生日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7月18 7月17 7月17 Man哥 你连妈妈生日都记错 实在太不应该咯 妈 亲姐 你怎么快回来呢 你不是说你有工作吗 妈 我今天要来这边工作 妈 我今天工作 在这边 糟糕 清洁的排练一整天后 竟然还是记不熟台词 由于张清洁跟他妈非常不熟 我们要排第96集 好 来 来哦 4 3 2 因为两人实在太没默契 导演只好暂停排戏 让他们的角落 一边背台词 一边培养感情 这对母子党能顺利演出 感人的亲情大戏吗 古灵的真情演出 让全场为之动容 这是什么 你外婆她 今天晚上走了 这是她写给你的信 记得小时候 我常常牵着你的手 一边善语 一边唱歌 以后 外婆在天上 也会看着你 唱歌表演 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 是不是上帝让我做了一夜的梦 忘了醒来 你是我的眼 带我 拉方星光大会 我听说通常在站天后就会换来和平 为什么夸理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 就因为喝醉酒 她就能拿我妈出去 我真的看不下去 可是我比较小 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 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 两双翅膀 却突发 突出发 我一定带我妈 从前的教育 别人的家庭 别人的爸爸 总统的暴力 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 但是你的妈跟我都没有错过 叫你一生 爸 爸 我回来 买到你 妈妈 我说的话 你敢买 买到我 你怕我妈妈 难道你手不会痛吗 买到我 你怕我妈妈 难道你说不会痛吗 一三七五六七八 你三四五六七八 你叫我爸 你打我妈 这样对吗 干嘛这样 而逼到九千 彼此走下 我都都没听听 听是我们的谈 不要这样 我妈妈 我说的话你可别看 好好听哦 心情超棒的 棒死了 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上有个通告要录 超赞的通告 今天晚上 康熙来了 真的假的 而且是小S指定要你去录的 还安排你跟他 超火辣超激情的桥段 真的假的 对啊 还有对了 明天那个7月18号的通告 我没有忘吧 早上要录那个拉方 然后晚上还有一场 你说18号 18号 所以说今天是 17号 17号 对 昨天16号 今天17号 没错 怎么啦 等一下 我跟你讲 你把我今天的通告 全部都退掉 好不好 退掉 对 麻烦你也真的 退掉 你唬谁啊 张先生 康熙来了 小S的节目 退票 老板 两个山椒怎么卖啊 一斤十块 那来一斤好了 好 可以搭 好 赶快回去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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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今天是你生日 你忘了吗 7月17号啊 怎么忘了 亲姐 真对不起 这些年来 妈妈都忙东忙西的 都没有好好陪伴在你身边 妈 那些都过去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在你身边 好好唱歌给你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 尽心的祝福你 每当夕阳 熄成的时候 我总是 在这里 好望你 天空总水 让飘着雨 我 我依然 等待你的归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在这里耐心的等着你 每当夕阳 熄成的时候 我总是 在这里 在这里 傍晚你 天空中 虽然下着雨 我依然 等待你的归期 我依然 等待你的归期 我依然 我依然 今天先不要管戏的部分 我觉得你唱的部分 你控制的都非常好 然后词错的非常少 几乎是完全是达到98% 我很高兴看到你找回自己的信心 这点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后面那首歌其实是跟剧情 我是有一点点 觉得 有一点点 没有 其实因为这个是 因为 我 其实我很少时间去看我妈妈 那 就是说 其实这个歌是我带我妈妈唱 就是说唱我这个小孩子在外面 外面这样子 外面这样奔跑 这样子 是这样 所以 所以就是 可能一下子之间 对我来讲 我是看到那个剧情 很难马上去想到啦 会觉得那个剧情可能 不然就是你唱的那个角度 要变换一下 拉着妈妈一起唱 或者你要靠近一点 因为 其实在这个场景当中 还有你的歌迷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再把这个剧情再融合 但是唱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是非常好的 马上来看 Main歌的分数 我们看看 评审的给分 张兴杰的演唱 得到的分数是 86分 好 谢谢 非常高的分数啊 袁维恩老师也给了蛮高分啊 我很喜欢那个 爸爸我回来了 你唱的那个哭腔 有一部分 那个 跟杰伦是不一样的 杰伦是有点模糊的 你是比较重的 是比较rock 那个唱法非常好 恭喜 Main歌回来了 掌声鼓勵 鼓勵 鼓勵演出感人肺腹 连老师都感动落泪 鼓勵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 或者甚至是演员 然后我旁边这位有腻腻的 听神他哭了 你是我 到底狐林会带来怎样令人感动万分的故事 竟然让全场为之落泪呢 不要走开 曲美提醒你 下节更精彩 接下来有好戏可看了 鼓勵 请出场 鼓勵今天的演出跟大家大概简述一下这个剧情 思念外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剧情 剧情其实跟之前我们有介绍过搭错车有一点像 就是正在开演唱会的大明星 那从小这个把她拉拔大的外婆呢 却在这个是不是正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是病危 对 好 这个心情的转折 其实狐林她本人很能体会跟她真实人生 跟她真实人有部分的那种感情 因为其实像真实人生里面是 也就是外婆外公带大的 从小就是跟外婆在一起 对 所以那个感情是十分深厚的 我们掌声来欣赏狐林的 这个剧情从我一开始设计写剧本的时候 到现在就是我自己有改过那个 你是我的演的歌 希望几老师看到的时候不要生气 我有改很多 因为为了要配合这个决情的那个感觉在 但是要在这边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歌中剧它真的是虚拟的 在这个剧情当中外婆是去世了 但是我本人狐林我的外婆她是非常健在很健康很高的 很可爱 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语情 呃表达一些我对外婆的感情 最难的一点可能就是 现场要去控制那一情去把歌唱好 我刚刚唱的时候那眼睛就第一遍 然后在想那个鸽子的时候 就哭死在那边 咦 就来看走 所以我也觉得很伤感 对就是很担心现场正式演出的那一天 会哭得嘻哩哗哗的 然后就没有办法把歌唱好 所以控制情绪可能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客气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的演唱会 最后一首歌 我要送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的小时候 焦牢人心的时候 我的外婆总会唱歌红 夏天的午后 牢牢的歌安慰我 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N.B.O.H T.O.N.B.O.H 离开小时候 有了自己的生活 新鲜的歌 新鲜的念 任性和冲动 无法控制的时候 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B.O.T.O.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然而恨重着装被无解被添 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爱总是让人哭 让人觉得不满足 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好孤独 天黑的时候 我又想起那首歌 突然期待 下起安静的雨 原来外婆的道理 早就传给我听 下去也要勇敢前进 我相信一切都会平行 我现在好像会 这曲 我愛你 我做關係已經很久沒回家了 連你外婆住院都沒去看她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回答一下怎麼樣 不好意思我們採訪今天在那邊結束 謝謝 謝謝 你們有問題可以訪問我啊 誰要訪問你啊 你們這些記者 這個是什麼 你外婆她今天晚上走了 這是她寫給你的信 因為怕影響你的演出 所以不敢拿給你 謝謝 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听出的体会你的安慰 就能温柔的在人群中 牵着你的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 就能温暖的在那时 给你一个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 现在也许完全不同 可能你想说的 你想做的 你给的 我都知道 眼前的你不是你 你给的爱还在不在 曾经唱的那首歌 是我记忆中那头沐浴背后的蓝天 我望向你的脸 却只能看见一片虚物 是不是上帝让我做了一夜的梦 忘了醒来 你是我的脸 你是我的脸 在我领略自己的变换 你是我的脸 在我穿越涌集的人潮 你是我的脸 在我阅读浩瀚的书外 因为你是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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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的人潮 你是我的脸 在我阅读浩瀚的书外 因为你是我的脸 让我看见 这世界住在我眼前 我在你眼前 我在你眼前 现场许多的观众都 比气凌神的看完 哇 真的是太动人了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演员 我待会再讲好了 先让评审老师说 小林老师觉得如何 我觉得很好啊 然后虽然后面 有一点那个稳定度 是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我觉得那个 就是在这个戏剧里面 它是传达出这个戏剧当中的 人物的形成 那可能再加上你自己的 很多的曾经的 有过的记忆 我觉得那是非常感动人的 对啊 然后我旁边这位 油腻腻的评审 他哭了 小胖老师 没有 有 他其实听完最后你一句唱 我就在你眼前的时候 我就刚好转头看到他 他眼眶都是红的 然后流泪 东坡肉也会流泪啊 小胖老师 来聊一聊您的感受 很感人啊 这个 可能很有说服力 特别有感觉 因为 我爸爸也生病了 然后在台东 然后我常常要开车下去 五六个小时 然后每次看完他回来台北的路上 我常常要以泪洗面 觉得自己的不孝 有那种树欲静而疯不齿的感觉 所以看到你这段表演会特别有感觉 唱的真的很好 好 张宇老师 是第一次看到狐林的现场演出 觉得如何 我个人觉得其实 狐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 或者甚至是演员 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一点点坏掉 尤其在唱高音的部分的时候 虽然它可能是因为剧情的关系 可能让你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觉得也许你可能自己下的准备 太过努力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声音失去了那个弹性的部分 其实是需要 你自己是需要做一些保养 甚至是休息这样子的工作 会让你在唱歌的时候更游刃有余一点 因为你其实在后面 你是我脸的部分 其实很多的pitch都是跑掉的 那我觉得你唱的其实非常辛苦 好 有很多细节 但是大致上做的还不错 马上就来看看狐林的表演 评审的给分 狐林的演出得到的分数是 92分 哇 又是今天的最高分了 舒俊老师给了20分的满分 我觉得不管是演唱或是演员 其实很难得都说可以演到自己最擅长最拿手的 那我觉得狐林今天这个脚本 我觉得是拿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你既可表演得好 而且你真的又可以投入 而实际演出的结果 我也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完整的 那声音的部分呢 老师我觉得已经在最后那部分到达一种见仁见智的地步 就是他整段呈现一种崩溃边缘的时候 其实还能不能把它唱得很准很稳 如果他的确唱得很准很稳 是不是那个情感反倒削弱了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一个表演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我们明明知道电影里面那些情节 那些演员就是在演戏 可是他可以演到就像 你真的相信他发生了这些事情 我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上 狐林今天这样的一个演出 已经可以控制到 让很多人在完全不了解你的状况下 也能够相信这是你真实的一个演出 所以我给你这样的最高分 对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我想刚刚是 因为大家还在感动 所以我不便解嗨啊 再告诉大家一下 因为里面的阿嬷也是演员嘛 那拍了一些照片 那个演员阿嬷还活着 你妈给人家红包啊 然后呢 这整个的这个投入的感觉 当然我想狐林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其实他有一点 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放进来了 所以这整段的演出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 你知道狐林有多拼吗 我是这个好像听说议会被他吓到说 在第八集我们录完喔 回去的飞机上 他已经在思考这一集他要表现什么了 所以像卡片里面阿嬷说 你从小就好强 这个也是 算是部分是真实的人生里面的个性 对不对 你会觉得每一次演出就要 你是非常提早的就 人家可能在庆功 可是你已经在想下一次了是不是 我就希望能够提前把他做 恭喜狐林获得本周的最高分92分 但这也代表着 刘基区的鸿鸣与道远 确定提早下课 鸿鸣这一次来到这个拉方星光大会 你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下台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是很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可能就到哪里 而且可以跟他们这几个人站在一起 是很开心的事情也很荣幸的 对然后希望将来还有机会 还可以在某个舞台上 遇见大家唱歌给大家听 谢谢 加油 谢谢鸿鸣 道远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我觉得 我觉得一开始我都很想要把握每个东西 我想要抓住每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到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也乱了 然后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些拉方星光大会当中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更能够放开自己 对 但是我也要很抱歉说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的 道远真的是 没关系 这也是人生一次印象深刻的滑铁卢 好不好 连英雄都有滑铁卢了 来 各位 给他们一个拥抱 要送走 我们这两位 好的 在这边呢 非常不容易 其实能够跟这个 你看 我们台湾的同学 跟内地的同学 大家打成一片 互相切磋学习 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机会 我们在这边 要再次掌声 谢谢我们的林道远 谢谢林鸿鸣 谢谢 谢谢鸿鸣与道远 在星光大会 所带来每一首动听的好歌 你们的杰出表现 不仅是大家有目共睹 每次演出所付出的 辛苦与汗水 也都留在大家心中 永不磨灭 虽然在大家的祝福 不舍与鼓励下 你们结束了这段梦想的旅程 但只要你们还有一颗 爱唱歌的心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 泪水及欢笑 将永远伴随着你们 走向每一个继续奋斗的明天 下周课题为天堂地狱挑战赛 同学们将面临诠释两种不同情绪歌曲的考验 而这也是总结赛前的最后一战 总分最低者 已早下课 星光六强将使出浑身解触 用最好的表现 争取进入总结赛的资格 他们的歌声将让你仿佛置身快乐天堂 拥有自在地我 好满足此刻的拥有 有时千言万语 有时不说一句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可能也无所谓 只要我都不用再一起快乐 这样就完美 而这些歌曲将让你仿佛坠入悲伤地狱 只要你快乐 真的只要你快乐 从此就再给说不出 我爱上 星光六强谁能请进最后战役 精彩前哨战 一绝不容错过 拉方星光大会